四十三題 四二四三題題組 然後他題組的題幹說 小蘭視力不良 看得清楚遠物 看不清楚近物 他應該是水球的水晶體 焦距太長所致 所以要帶眼鏡來矯正視力 那四十三題是問說 小蘭觀刻物體的時候 光線就是他的眼球後的行徑路徑 下列何者最為相似 我們知道小蘭得的是遠視眼 看得清楚遠物 所以他看遠物的時候 他的成像會在視網膜上 叫做看得清楚 所以呢我們的B跟珠都是錯的 他沒有選成像在視網膜上 那麼C也是錯的 因為他近物看不清楚 所以他的成像就不會在視網膜上 事實上我們知道 在焦距以外 東西如果越靠近 那麼成像就會越後退 所以遠物的時候如果落在視網膜上 拉近之後就退到視網膜的後面 所以應該是像A這樣的所得結果 所以第四十三題問我們說 光線進入他的眼球後之行徑路徑圖 和下列何者最為相似 我們答案要選的是A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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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再見 未訓 賞